来看到各位观的消息 都完探索实行荣宅 各位观众汪正良 今天立管府立等标用114位 国中企业经济第一名的核心 并且参观各校包括技术 动力机械设计定11项 接触的企业教育核实行各 为了营养各校企业教育主管 由各国中办理企业教育课定 提供技术向学生适行发展的官党 三里级学生修设计的课定人所 才能设计 出外也有国中企业 立业企业设计业和体验是观众心 让孩子在进入国中之进行 可以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立业信用 随着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专业方式 跟幸福 那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聚职教育 也是未来整个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教育 那尤其在整个教改以后广设大学 那确实技术教育有一点被忽略掉了 那所以现在整个大家在考虑学生的 整个的适性发展 所以除了学业以外 技术教育变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重点 那未来怎么样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可以做相关的延伸的这个教育课程 那我想可以从国中就开始养成 那后来到这个高中 那包括大学 都是在往这个路线发展 那我想经过这样三年三年 再加上四年的一个技艺信念 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好的技艺师傅 那过去都跟这三年四年出塞 那如果三年三年再加四年 我想就他们来讲可以更深入的 去了解他们的技艺 那未来在大学以后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继续深造 往他们兴趣的方向走 那我想国中的直哀探索 整个技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那非常恭喜今天得奖的同学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人生的路上 可以发掘自己的能量 往自己能量所及的最好的发展方向 那整个政府在相关的这个 支持上 我想我们也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教育 我并将来表现 技艺教育是国家推动重视的教育 为了克务学生的事情发展 关乎的气息举作各校 沉进重点根科 以及发展好好地设课定 技艺教育为国中开始用心到国中大学 经过三年加三年加四年的教育会份 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技艺师傅 也感谢各校在课定安排 以及教育的到辞到辞出 赛金贤博恩 朱乃馨 加吉官 彩虹 波登